当然不是啊 我们要的是里面的东西啊 就像这样对不对 可是呢 他到底为什么 可以 理论上应该是 他可以抓得下来 但是为什么抓不下来 这个我想这个问题 还蛮多同学在问的 而且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要见招拆招 你要了解什么 他其实 在他的程式码里面 在他的那个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对那个原始码 原始档 你对那个HTML 有研究的话 你以前有写过 写过网页的话 你可以 你可以直接在那个 原始档里面看一下 这个原始档里面 你可以看到 他其实里面就有 所谓的JavaScript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Function开头的 这边有个JavaScript 的一个函数 那里面呢 就是控制什么 控制 他不要让你贿赂 所以呢 你基本上 不过这个我想 各位有 有时间的话 自己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程式码 其实还蛮漏长的 而且蛮复杂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能够正常 汇入的话 其实只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那个 这一个 控制什么呢 控制我 防止我 汇入的这个JavaScript 把它关闭就可以了 其实有些功能 比如说像你们 不想要看那个 像什么 商业周刊 商业周刊里面 很多文章 写得不错 但是呢 你会发现 你要按右键的时候 他会跳出一个警告 跟你讲说 什么 请尊重 智慧财产权权 请勿什么 复制之类的 但是呢 其实还是可以 为什么 因为呢 他其实 为什么会不能够复制 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程式里面 有一个JavaScript 把你的右键给锁住了 等到你按右键的时候 会跳出一个警告讯息 所以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网页浏览器的JavaScript的功能 停用就好了 停用之后的话呢 你再去复制 就一定可以复制 不信的话呢 你们等一下可以打关键日商业周刊试试看 很多网站都一样 所以你只要懂得把JavaScript关掉 就OK了 就像这个例子也是一样 奇蒙古事他也是利用JavaScript 防止我们汇入资料 所以呢 你只要把JavaScript关掉 那怎么关 就是重点 其实很简单 在那个工具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设定过 网际网路选项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要设定安全性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在工具网际网路选项里面 有个安全性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叫制定 制定等级的这个选项 他这边有个制定等级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制定等级 把那个JavaScript关闭 就可以正常汇入了 那这个里面蛮多的 你会发现 哇从上到下 这么多选项 对不对 其中有一项 就是这个控制JavaScript 请各位稍微记一下 进来之后的话 大概滚轮 差不多在二分之一处 停一下 再上去一点点 我印象中大概在中间偏 偏上一点点吧 大概在这个位置 大概在多少 百分之四十五的位置 百分之四十五 因为这样比较好记 不然有时候 有时候同学 从上到下看完之后 还是找不到 你就大概记 大概百分之四十五左右了 一半再上去左右 百分之四十五的地方 然后呢 记得往这个地方看一下 会有一个叫什么